好,各位爷辛苦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麦子学院手把手教你制作VR眼镜的课程 好,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还是继续介绍新的内容 我们从PPT说起 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呢 跟大家讲什么呢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众手制作VR眼镜原材料的获取 那这节课呢 我们的这个重点就在于这个原材料的获取 因为原材料这个有好多种形式 可以选这个非常廉价版的 也可以弄一些高大上版本的 这个就根据大家的喜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 它主要是基于这个Google的这个硬质盒的VR眼镜 这个VR眼镜呢 也是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双平眼镜的这个原型 只不过双平眼镜这个外壳不是硬质壳了 而是这个各种材料各种塑料啊等等这些 一般这个眼镜呢不会用金属的 因为太重了 我们要这个穿戴式的设备一般都要轻盈一些 所以呢这个不是纸盒就是塑料 这个眼镜体呢就是由我们的这个纸盒实现 然后呢再配合透镜 就是我们上一次课介绍的这个透透镜成像 来实现这个3D成像 这个Google硬纸盒这个眼镜 整体成本是极低的 如果你自己从头到尾做的话 就只有这个镜片是需要购买的 那么如果纸盒也想买的话 加一起可能也就10块钱左右 不会超过20块钱 包括这个高配版的也不会超过20块钱 因为毕竟是个纸壳嘛 所以这个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不管是想体验还是想直接拿来自己用 都是可以考虑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NV眼镜所需要的材料 首先就是这个眼镜的纸外壳 那么这个扣办一个括号 其实这个眼镜可以用3D打印的材料 去直接把这个壳打出来 那土豪同学就可以用3D打印了 然后呢我们不可缺少的就是这个透镜 一定要有 然后就是这个固定带 固定带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眼镜固定在我们这个头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解放双手 去操控这个摇杆或者是休息 不用老是举着手看你这个眼镜 那么这个如果用纸壳的话 粘贴过程中可能需要胶水或者胶带 那么肯定是要用剪刀的 就是如果自己做这个纸壳的话 当然我们买的话就省点事 当然这个如果直接打印的话 那就更没有别的问题了 谷歌这个硬纸壳眼镜呢 它有什么缺点呢 从现在来看 它这个缺点第一就是丑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是黄黄的纸壳子嘛 第二个就是这个硬 这个硬呢体现在哪呢 就是你放在眼睛上用的时候 它躺着用的时候它个的黄啊 这个眼镜呢 我们坐着用的时候呢 没有躺着用舒服 实际上躺在床上看这个是最舒服的 因为你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个真实的3D的世界 那么可以想象自己在海里漫游啊 或者在沙滩上看美女啊 或者是是这个呃枪战动作片的这个主角啊等等都可以 所以你躺着看的时候是这个眼镜是直接压在你的脸上的 你想想这个硬纸壳飘在你脸上的话 这个感觉肯定不是特别舒服的 因为它中间没有什么缓解压力的东西 嗯 还有就是这个铜锯不能调节 因为它是死的嘛 直壳 那么在铜锯不能调节带来一个什么 呃体验上的这个缺点呢 就是它不能适应手机屏幕的变化 啊 你根据你自己的手机做出来的这个硬纸壳 拿到别人 比如说别人买了一个 你用这个是iPhone啊 SE 别人拿了一个iPhone6 Plus 可能这个就用不了你这个眼镜了 啊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的就是使用的时候得双手举着 啊 这个看一个电影之后可能就累死了 因为它默认的这个纸壳是双手举着版本的 它不戴这个 固定带 那么谷歌纸壳眼镜的这个优点是什么呢 这个 其实也就是便宜好用啊 然后可以让大家以一个比较低廉的价格来提 体验这个 嗯 VR眼镜的各种这个优势 呃 有一个报道说 虽然谷歌这个硬纸和眼镜 它的这个 啊 不管是外表啊还是造价都比较屌丝的看起来 但它可以实现那种商用的 我说这个商用是指一体机啊 它可以实现商用的这VR眼镜的80%的功能 啊 等到我们真正淘宝上买的那种配合手机用的话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壳子变了而已 所以呢 就真的是四个字便宜好用啊 只要不到十块钱就可以让你的女神走到你面前 直接从画面里面走出来提现这种3D的感觉啊 如果是那种360度的呃全景VR的话呢就特别特别逼近现实的 因为他会在你转头啊或者往上看往下看的时候画面都会发生变化 就感觉你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一样一样的 那么我们谷歌的这个硬纸和眼镜呃 他的这个制作过程 首先是这个纸和眼镜的这个图纸啊 我们来看一下 啊 这个里边是一个百度网盘 它里边是这个谷歌眼镜的这个图纸啊 为什么是百度网盘呢 因为他原原来的这个发布的这个版本在一个国外的一个平台上 可能大家需要翻墙才能过得去 然后呢 因为啊 作为一个这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 我就不在这里教大家怎么翻墙了 所以就用这个百度网盘的这个版本 那么这里边大家发现啊 他根据不同的这个手机尺寸会有各种不同的尺寸 最小是4寸5s尺寸 然后大的就是这种6.3的都有 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他这个就是这个样子还挺好玩的 这是他的这个啊 机械加工的这种图 然后有的地方是折 有的地方是该剪的 我们大家就一举个图纸啊 去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版本的只不过是根据手手机尺寸的不同而去发生了尺寸的变化 就因为我刚才说他同区不能调嘛 所以你换个手机的话 记得自己再做一个啊 就是这个图纸啊 这个 DIY的这个指数比较强啊 真正做下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但是 可能比较费时间 然后除了这个 纸盒的这个图纸之外 那么谷歌的这个纸盒眼镜 还需要一个 透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便宜的这个透镜 好 这个是Google专用的VRBOX虚拟眼镜 晶片 那么 这是3块5 然后是单个的 你两个的话就是7块钱左右 然后我看到还有 这边还有一块6的 那就是更便宜了 两个才3块2 那么我们可以买这个更便宜的版本 但是这这种时候一般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建议大家晶片还是要选好一点的 那这里面还有更贵的 包括还有我我之前看到还有25一支的那种 尽量买这种非球面镜 然后稍微好一点 如果是自己从到尾做的话 晶片还是要讲究一些的 那么 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眼睛累不累呀 等等这些这些问题 还有这个成像效果等等这些 所以这个晶片可以选贵一点 因为 准备已经够屌丝省钱了 这晶片就不要再省钱 但你选这种也无所谓啊 就是试验一下吧 好我们继续回来 然后这个制作过程呢 就是下载图纸 打印出来 打印这个图纸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把这个图纸要贴到这个硬质板上啊 硬质板自己准备 我家里边那种什么 各种包装的盒子 都可以用 然后按照这个 贴上去之后 按照这个图进行裁剪 抠掉无药的区域 那两个眼睛和一个鼻子那个洞 你肯定得抠出来 然后这个图纸 然后就加镜片组装固定这个镜片 该粘的地方粘 该绑的地方绑 然后这样就能造出一个谷歌的纸盒眼镜来 那如果不想减纸 比如说你跟我一样啊 就比较比较懒 不想减纸 弄得一身纸屑 你可以到淘宝上购买现场的这个纸盒 价格也很低 然后直接带透镜 回来之后组装 然后这个价格简直就是业界良心啊 非常便宜 那我们从这个传送门去看一眼 这一款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选一个低配版的吧 你看到这个4块8 然后快递是3块钱 从广东赵庆运到海淀 北京海淀 如果运到其他地方 比如说近一点的武汉啊 之类的可能 我不知道快递会不会便宜 反正已经运到北京了 快递才3块钱 加起来这个是7块8 只要7块8 这个Google这个Google这个VR眼镜 带回家 我觉得这已经非常便宜了 然后这里面还有不同的版本 你看纸盒中配版 这就有头带了 对就固定带 就我说的 你可以套在头上 免得双手举着它 但是还是会很各 你看这里这硬质壳的边缘 然后就有这个高配版 高配版的话是带个头带 然后这个里面有 防压的这个海绵了已经 就减少了这个眼镜 对头部的这个压力 那么还有这才7块8一个 还有更高的是这个35块8 这加一个手柄 成品的手柄的话 它是比较便宜的 这样的话就几乎就一部神器就有了 而且价格也不贵 因为没超过40块钱 好我们从这回来 那么我们这个教学中使用的是淘宝的这个硬质和高配版 就是刚才看那个7块8的那个 因为我们自己要做这个蓝牙手柄 所以没有买这个35块8的这个 带蓝牙手柄这个版本 反正就是比那个4块几的贵了3块钱 不管了奢侈一把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说到这里 然后呢 今天这个课程的主要的内容是原材料的这个获取 那么原材料的获取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基本上还是通过这个神奇的淘宝 上面什么都可以买到 然后我建议大家如果 那个条件允许的话 可以直接在这里买一个 然后组装 然后我们把重点放到这个 手柄的这个制作上 因为这个部分是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像这个眼镜本身的话 它制作的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你就像这种的话 其实它的原型也是这种 就把一个手机放在里面去实现这个功能 然后呢 实际上光有这个还没有什么意义 就算外壳好看一点 功能也还是 不够体验不够好 所以还要加一个手柄 加了手柄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跟一体机几乎差不多的东西了 不是已经实现了80%的功能吗 所以这个 我们重心还是在这个手柄上 然后大家有什么需要的材料呢 基本上可以在淘宝上通通都买到 然后你看这个镜片 抗蓝光抗复射这种 我觉得镜片还是要买稍微好一点的 那么因为毕竟是这个 大家注意看注意到没有 这个小纸盒这个地方 眼镜离透镜到眼睛的距离还是非常近的 所以这个光直接就打到眼睛上 镜片还是要买好一点 不然可能会伤眼睛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 我们下一次课就开始组装眼镜 那么感谢大家的听讲 谢谢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